這個民進黨的總統參選人賴清德 上午才剛剛拋出他的0到22歲的一個投資世代的記者位跟政見 那麼今天下午呢 趕緊強攻來入戰 那麼在組織的部分呢 今天下午呢 出席的是呢 中華民國的這個工業區的廠商品代後援大會 那麼現場呢 湧進了上千名的這個支持者 還有相關的一個北部的廠商 那麼賴清德也特別強調 那麼政府呢 要當這些廠商的一個後盾 不管呢 在未來產業的轉型 還有綠色能源的轉型呢 一定要協助這些廠商 並且呢 扶植他們成為台灣的一個富國群 先帶您起來聽 我跟大家報告 中小企業在台灣差不多150幾萬斤啦 如果用公司的比率98%左右 台灣的公司企業98%都中小企業 但是中小企業提供台灣80%左右的工作機會喔 我這句話說 中小企業哪會運 中小企業哪會載 中小企業機會的穩定台灣社會對好害 大家說是不是 大家說是不是 所以未來我們經濟發展 除了要繼續壯大 後期產業以外 要特別關心中小企業所投入的問題 好 拉近德也強調說呢 如果他當選的話呢 會跟這些廠商站在同一陣線 那麼呢 事實上呢 各個這個在北部有不少的一個工業區 以及加工區啊 那麼因此拉近德來跟這些廠商 最主要呢 搶工的這些票員跟組織票 那麼最主要呢 是要當這些企業還有產業的一個後盾 未來呢 不管在國內的一些行銷 內銷之外 國外未來也要打入世界的一個市場 拉近德也特別強調說 如果說呢 呃 台灣要走入世界的話 當然自己的主權也要守住 他也不忘再度強調對岸的一個危險 我們要守住自己的一個陣線 那麼當然 現在要來立兵2024的選舉 拉近德現在積極的請討這些基層的組織 並且來跟任何社團來拉近距離